小夏住在杭州西西迈哈顿的商柱楼 房子是2019年精装修交付的两室一厅 他介绍 10月19号晚上10点多 他洗完澡 从浴室里出来 忽然看到客厅弥漫着一些烟雾 还有一股味道 然后我本来以为是我鼻子过敏啊什么的 有点味觉失灵 然后我一看就整个房间都白的 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是不是有火灾了 第一时间打了这个 物业二小时联系电话 打了好几个也没有人接 然后也联系了物业负责人 也没有回复 然后我就还挺着急 就打电话报警了 小夏提供了当时拍摄的视频 说是拍摄时烟雾已经散去一部分 后来民警和消防员都到现场查看了情况 但没有查明烟的来源 你这两室一厅 哪个房间的烟比较大 就这个客厅的 你当时客厅的这个窗户开了没有 窗户是开着的 另外卧室的窗户开了没有 没有 等于通往外面的这个空气流通的就这一个窗户了 对 那这个空调这种广道有没有烟进来呢 我我看不到 就是我没有看到它烟是进来了 但是我就是我没有开空调 我只能这么说 看见烟的时候 它已经在室内了 对 它已经整个房间都是烟了 那个时候 它还有没有再继续往室内进了 我看到的时候它已经就是已经在开始消散了 小夏说 当天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 不过楼下的邻居家出现了同样的味道和烟雾 记者在小夏客厅窗户楼下看到有几家餐饮店 一楼的三家店说是当天晚上十点没有营业 二楼的烧烤店和烤鸡店锁着门 找到西西麦哈顿物业服务中心 一位华经理介绍 根据他们调查 烟雾是从二楼弥漫到楼上的 最后可能是就是二楼 我们不是这里有那个烧烤店吗 烧烤店他们那个烟了 电风扇了 往窗外面扇出去吧 二楼这家烤鸡店的窗边 确实放着一台电扇 记者拨打了店铺的电话 工作人员否认了物业经理的说法 他怀疑是走廊另外一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烟的 然后电风扇 那是夏天的时候 然后没事 然后放那里里边有点热 然后放出来 现在都没有用了 那天是我第一时间发现的 我就发现走廊上面全部都是那种烤焦的一种味 我们现在工程啊什么的 都现在都查看过了 也没有地方 说出现有这种冒烟 或者说电线什么的这种问题 华经理表示 接下来会继续关注二楼的情况 另外 小夏还反映 除了这次烟雾事件 之前物业在服务过程中 还有水压问题 早上施工噪音问题 物业工作人员不回复消息等事情 没有给他一个说法 水压是这样子的 按规定已经调到了最高的值 然后他反映的是晚上水压不足 白天都是正常 一种水高风期吧 我们也在想办法 昨天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没有到我们物业来报备 但是大型机械过来 它要吊上去 后期的我们会 严格按照装修时间 都来订了呀 华经理向小夏承诺 后期会继续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1818黄剑记者报道